英文基础文法 今天我们来谈情状副词 什么是情状副词 情状副词是用来说明某人 某物 所处的状态或者性质的副词 大多是由形容词转变而来的 要记住情状副词也是主要是修饰动词 记得副词大部分都是修饰动词 当然副词也可以修饰副词 我们在前一个副词那边章节有讲 大家可以参考前面一个章节 那我们这边是说 这些都有形容词来转变成情状副词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一些范例 true就变成truly 对不对 beautiful变成beautifully quiet变成quietly 前面都是形容词 这边该改成ly的都变成副词了 那当然good是形容词 变成where是副词 所以这是不规则变化 careful变成carefully full变成fully 这些都是从形容词变成情状副词的 好 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有哪一些变化的规则 第一种变化规则就是在形容词上面加上ly 形容词的字尾加上ly 我们来念一下real变成really kind变成kindly successful变成successfully 所以它前面翻成功的 这边就变成成功的 修饰动词用 副词都是修饰动词用 接下来规则二 就是在字尾是e的 把它去掉e再加上ly 加已经是ble的 直接就把字尾去掉e 然后加y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范例 comfortable 这边是e就把e去掉 前面有l 所以直接就加y就好了 那第二个是possible 可能的把e去掉 变成有l直接把y加在l后面 这样就可以了 第三个是true true把e去掉 直接加ly 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一般规则 所以true就变成truly 真实的变成真实的 第三个规则是 子音加y的时候 字尾是子音加y的时候 必须先去掉y 再改成加ily 来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heavy 重的 变成heavily 把y去掉 变成ily 第二个是easy 容易的 变成easily i ly y去掉 变成ily 第三个叫lucky 那改成副词变成luckyly i ly 把y去掉 改成ily 这就变成 形容词变成形状副词的一个用法 子音加y的去掉y 变成ily的用法 规则是呢 就是变成呢 它是形容词 它的形状副词 也是一样 所以它基本上可以当形容词 也可以当副词用 来我们看有哪几个字 early 它的副词也是early faster 它的副词fast late 副词late 顺呢 副词还是顺 high呢 副词还是high 所以这是副词跟形容词是一样的用法的 一样的字 这是规则式 本身是形容词也是形状副词 当然还有一些字我们没有举例出来 同学慢慢去找一下资料 接着规则五就是形状副词和形容词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形状词是good 那我的形状副词就变成well 这是它的不规则变化 各的变成well 这是常用 再来规则六 它说本身是形容词也是副词 可是呢 加上ly以后就意思会变成不一样了 加上ly会变成不一样 所以前面是fair公平的 它形容词也可以当副词 但是加上ly呢 变成fairly fairly就相当的 第二个是hard努力 是形容词也是副词 可是变成加上ly以后变成hardly 几乎不 再来第三个late one 那变成lately就变最近 第四个near是近的 加上ly 近的可以当副词用也可以当形容词 那加上ly就变成nearly几乎 第五个high high是形容词副词 但是变成加上ly以后变成highly从高点 那short是短的 形容词副词 那加上ly以后变成shortly 很快的 这时间很快的就到了shortly 对不对 这是规则六的用法 再我们看规则七 也就是本身是名词的字 加上ly以后 会变成形容词 不会变成副词 这是额外我们在介绍的 他变成day加上ly就变成daily week加上ly变weekly 一周的 month加上ly变成一个月 year就是加上ly就变一年的 friend加上ly就变成friendly 也都变成形容词了 友善的 love加上ly就变lovely 这翻成可爱的 所以名词love是爱 加上love love加上ly变成lovely 变可爱的 所以形容词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 他加上ly不是变成副词 所以在这边我们要叫 要大家了解说 有一些字变ly不见得是副词 反而是变成形容词了 所以这边要了解一下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教大家的